在這個時候 我想講兩個情況 一個是我剛剛輔導的情況 另一個是有人剛剛跟我說他遇到的人的情況 我想回應一下 如果大家都想到一些夫婦的情況 你可以提出 我覺得講實際的情況都是重要的 一個情況我正面對的 曾經幫助 剛剛幫助的 情況是這樣的 那個太太有時有些意見 例如關於煮食 似乎那個男的會 起碼有時是他煮食 我不知道多少是他 那個女的就說 例如太淡 那個男的就覺得 好像冒犯他 好像說他不夠好 他覺得他對他不信任 變成他有情緒 那個男的有情緒 因為我問他們 我說當有情緒的情況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女的就說我便有情緒 我希望他會回應 他又不回應 我問男的為什麼 他說當他有情緒的時候 他有一些說話令到那個男的覺得被冒犯 於是他就不想說 他說我之前不是這樣的 就是之前 未曾結婚之前 就沒有那麼情緒化 但現在的太太有時會有些罵情緒 他就會情緒化 他就不想回答 以前就是他不懂得 其實很久之前 我們都輔導過他們 之前就不懂得去怎樣回應 現在呢 知識上是知道的 不過因為他負面的情緒 他就不能夠回應到他太太 我就詳細了解 到底他太太說了什麼話 譬如說的時候那些語氣 那些東西那麼淡 為什麼那些沒有諾言 其實基本上是 當那些說話 含有一些意思是你做錯了 那個丈夫就會不開心 其實雙方面我們都要考慮對方的感覺 這方面解決的方法就是 他講的時候 他盡量去思考的方法 我說你可以大的溝通 我怎樣表達 譬如說那些送太淡 我怎樣表達呢 他可以表達的方式就是 譬如說 我吃那些送太淡 我們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怎樣可以在這方面溝通 而你不會覺得不舒服 總之是大家去講出一個方法 就不是那個丈夫覺得 你說的方法是令到他不舒服 於是那個男的就會有情緒 他們有不同的情況都是這樣 我就說 你試一下可以說出來 就是說 但是男的不想說 因為對方的情緒 所以女的有知覺 原來有時候他講的說話 令到對方的情緒 他就小心了 小心就不要去 就是有什麼提出的時候 不要冒犯對方 只是說出我想處理的事情 我們有什麼方法 用一個注目是一個方法 我們有什麼方法去處理 而不是注目 就是不要令對方覺得他做得不好 他還有其他事情 基本上都是說 覺得不舒服 說出來 但是說的時候不是控訴 就是任何一個問題 就是任何一樣要討論的事情 都不要令對方覺得 你不喜歡他的做法 你說他錯 而說出來 只是想找出解決方法 那大家就覺得舒服了 好了 另外有一個人跟我說 有一個情況就是這樣的 兩夫婦 就教養子女上有些衝突 因為女的那個 就想教那些子女 怎樣的方法 那男的就有時候 會用一些方法 就不是很正確的 但是那些方法 是很多人都會用的 就譬如說 譬如做功課 你怎樣的方法可以 就是會 怎樣呢 醒目一點 你就不用做那麼多 或者你做的方法可以這樣 避免 去帶來那麼多不好的效果 而那些方法有時候 是不合理的 是不對的 不過這個方法 我相信很多人讀書都有的 怎樣可以 不用讀那麼多書 又合格到呢 那些功課怎樣 那些老師又可以 可以接受到呢 這個其實呢 是兩件事 一件事 就是教了小孩子這個方法 讓他沒有那麼勤力讀書 第二個後果就是 其實是教了他一個人生的哲理 這個哲理是什麼呢 有方法走後患你就走後患 你有方法過關你就過關 你就不要管那個後果 好了 這樣的情況 他是比較難些去說服的 那我們怎樣呢 第一就是問他 如果你們平輩去輔導 你問對方 問他 你想不想 我去幫助一下你們去處理這件事 不要用輔導的說話 因為大家可能是平輩 可能他對方 譬如他想 那就最好 他不想 不想你也沒辦法 有時候 譬如兩夫婦 譬如我剛才說這個情況 譬如太太想 丈夫不想 這樣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就可以輔導太太 當然我們就不要說輔導 就跟太太談 好了 如果丈夫這樣的時候 他怎樣可以跟他溝通 而基本上 方法就是這樣的 跟丈夫溝通 而不是帶有控訴性 是問他 你覺得 這樣教那些子女 做功課的時候 他可能會有什麼心態學到 可能他說 在這個世界做人 要聰明一點 要避重就輕 要用這些方法 就問他 那這些合不合乎聖經的原則呢 還有這些小朋友 是不是真的讀到書 學到東西呢 你的目的就是想他們 學到東西 考到事呢 那 這個太太 就要用一個方法 跟她說 就不是一種質問他 而是說 我們想個子女 負責任些 肯去做功課 和對人生有正確的心態 那你覺得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那 但是呢 一定要有前 即是有個引言 就是我想提出這件事 就不是 即不是令你不舒服 我們只是想找一個方法 怎樣能夠 幫到那些子女更加成長 總是要有些comfort的位置 而都去讚賞她 她有對子女關心的地方 然後就提出這件事 即是如果那個丈夫不肯的時候 那如果她肯的時候 那有輔導員呢 其實那個輔導員的身份 是有重要性的 譬如一個牧師 一個或者一個正式的輔導員 那那夫婦呢 聽話的機會高一點 因為她覺得她可靠 她會聽話機會高一點 但如果是一個平信徒 跟她差不多的輔導員 她會覺得沒有那麼信任 那時候可以怎樣呢 只是用提問的方法 其實就算我輔導的時候 我都不會用好像強勢 我是牧師 你聽我說 我都是問她的 你覺得 當你這樣 即是 譬如你太太 我會這樣說 你太太提出這個問題 你聽到有什麼意見呢 我就會問她 你聽到有什麼意見 我就不會說 說出你覺得對不對 中立些 那句說話 中立即是說 你有沒有覺得她錯 這個就是不是中立的 即是假設她是錯的 你看她說這件事 你覺得怎樣 你聽到覺得怎樣 你有什麼看法 這是中立的 因為我沒有說是對還是錯 她會說 她會說 我覺得對 因為做人當然要聰明 這個世界 我又會問她 你覺得聰明 會不會在這個情況 譬如說 想達到那些小孩 學到東西 你覺得這個情況 會不會有幫助 還是沒有幫助 都是盡量用一個方法 不要控訴性的去引導她們 最好引導到那個丈夫 知道 我對於那個子女 我都想她有個正確的心態 對於做人 對於責任 有正確的心態 於是她就肯去 就算那件事難做些 都要做到 因為我想成長 或者學習 譬如有些人說 你走編門 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補習社教人考試都是這樣的 觸題目 去年出了這條 今年不出的 那你不要讀那裡 你讀別的 那些未出的那些 她猜她 看她這麼多年 那個傾向 是這樣的走法 你讀這些 機會大一點 那這個就是考試 即是學考試 未必是考試 未必是學習 怎麼學習 那這個就 當我們知道 譬如她是這樣的想法的時候 這樣的時候 她是否真的學到東西 其實她考過的那些 就是不學 不用學 只是學那些 沒有考的那些 希望可以捉到題目 那她將來做人 她會不會上班呢 又會 只是想做些 容易做的 可以有機會 可以有機會 去做 不要太吃虧 這些心態 都是一個教養的子女 但是這個方法 提出盡好 就是一個 中立一點的方法 去問她 還有很重要的是 我們人生 如果基督徒來說 我們人生很重要 就是土神喜悅 如果我們一生人 都是做一些事情 是 只是想達到我們想要的事情 而不是做正確的事情 是會有問題的 譬如我用一個例子 就算基督徒夫婦都有時是這樣的 是嘗試控制對方 她不知不覺做的 譬如用扭計 用強迫 或者我不肯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我不肯做的 你不做我就不肯做 這些其實是要脅她的 她不知的 她不知是要脅她的 當我們輔導聽到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就會問她 為什麼你會跟她這樣說 你不是這樣做 我就不會這樣做 到底我們有什麼動力 去做應該做的事情 是因為 我們令到對方做某些事情 還是我們是討神喜悅 其實基本上很多人沒有這個觀念 我們討神喜悅 神喜悅我們 我們就凡事祝福 很多人沒有這個觀念 她只是覺得 我搞定些人 我的生命就搞定 她是搞定些人 她不是做神所喜悅的事 我們怎樣去引導她 知道她不是討神喜悅的時候 就算她搞定些事情 神是不起悅的時候 其實她不是得益的 因為神喜悅 神就會為她開路 好 大家有沒有其他問題 或者你看到的個案 我先問一下 譬如一方是未信耶穌 一方是未信耶穌 一方是未信耶穌 那未信耶穌方 就很少說 世界觀這個方法 去教自己 你信耶穌方法 去教自己 信耶穌方法 去教自己 可能大家是衝突 那現在如何協調兩方 可能怎樣取話 用世界觀的觀念 還是上帝的格力觀 去教社會 去教社會 有一方是信耶穌 一方不信耶穌 是很困難的 這樣的時候 其實基督徒的行為 有很多都是正確的社會觀的人 都會認同的 基督徒叫人家誠實 你學東西學好些 忠誠對人 你幫人 人家始終會善待你 人家會欣賞你 這些他會認同的 他不認同就是 神會幫你 那樣東西他不認同 你做得對 神會認同 那時候可能跟他談 都是說 以世人的方式這樣做法 是更加容易人家歡喜的 你更加容易人家接納 你更加容易沒有人跟你對抗 即是 如果是對一個 不信的 不信的人去說 那 但這些是比較 即是說 那個希望那個不信 那個都是 會合乎 社會普通人認為合理的事 有些不是的 有些會教孩子 什麼呢 幾代都要不要吃虧 幾代都要爭取任何的機會 爭取任何的利益 這樣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非常之強硬的 社會熟勢的觀念 這個是很難改變的 因為 其實輔導是不改變到人的 我想告訴大家 輔導只是那個人願意改變 我讓他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引導他改變 如果一個人毫無動力去改變 輔導是幫不了人的 其實 任何方式都改不了人的 我們全福音都是 他就是不肯信耶穌 你怎樣說也沒有用 他信耶穌 說信耶穌 但他不肯改變 我們怎樣跟他說也沒有用 他一定的心轉變 所以 他沒有這個思想 沒有這個價值觀的時候 輔導只能夠讓他看到 他在做什麼 譬如說他是不信的 他是虐待那些子女 或者太太 那時候 我們可以用理性跟他談 你覺得 現在這樣下去 你的太太會怎樣 你的子女會怎樣 他們成長會怎樣 你想想 將來他們會怎樣看你 他們跟你關係會怎樣 即是用一個理性 普通人的理性方法 如果他是一個不信 但如果我輔導一個不信 我一定都會告訴他 這個世界真是有神 有什麼證據 他真是會幫到人 希望他會透過這樣 會認識耶穌 是難的 其實 如果有些人 信了耶穌 而同一個不信的結婚 希望將來的婚姻會好 這個是 是一個很大的 很多人以為的虛方 即是一個 一個 假的事情 一個基督徒 是不應該跟一個非基督徒結婚 因為為什麼 因為那個 非基督徒的價值觀 真的很多地方 會出現問題 和我們比較 我還記得 有一次我去旅行 是很偶然的機會 旁邊的人知道我是牧師 我都不記得是怎樣 即是聊天聊天 他就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 你們以不信 如不相會 不要同會有握 這個是不是講到婚姻 他有一個前節 這個不是講到婚姻 他還說 我用《適經》的方法解釋 如果婚姻是這麼重要 如果是說 不可以跟不信的結婚 他應該講得很清楚 意思就是說 如果是婚姻的話 他應該講得很清楚 他沒有講清楚 即是 不是婚姻 這樣也有解釋經 他認為很多人找不到對象 如果用這個經文 對他們很大壓力 所以他就覺得不是 我就跟他說 你看一下夏文 夏文說什麼呢 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交呢 基督和比列有什麼相交呢 這要講到一個信和不信的人 有什麼相交呢 所以夏文說到 所以你們要跟他們中間出來 即是跟他們中間出來 當然我們在社會不能離開 但起碼我們在婚姻 他就認為只是生意那方面 另外還有一個經文很清楚 如果丈夫死了 這個太太可以隨意再嫁 指示要嫁者在主女的人 這個聖經很清楚說的 不能辯論 即是 再結婚也要跟基督徒 那你第一次結婚 當然是跟基督徒 但有些人 也有很多教會 是不理會這件事的 他不想到就是那個後果 所以我們如果有機會 婚前輔導 我們需要去幫助 去面對這些 其實我怎樣幫助那個女方 即是說 你不適合你 你不適合你 但這可能未必認同了 最後一個 用世界的那個 但你踩下人 去提高自己的 價值觀去教育 那為什麼 不同的女方 可以幫你 大家如何綜合一些 少一些爭招 可以去處理這些問題 我相信都是 好像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用普通人 世界的思想所認為合理 世界都有合理和不合理的原則 例如合理的原則 有些人都會說 你善待人 人家會對你好些 世人都有些是這樣的 他們都會知道 踩人 始終人家會踩你 他會善你 他會不喜歡你 所以用這些 一些世俗的合理的邏輯 去跟他說 但是說的時候 千萬不要教他 而是 是用一個方法 即是說 我發覺我和你那個看法不同 那我們去思想一下 這件事好不好呢 即是用一個最冷靜的方法 我們思想一下這件事 客觀討論這件事 不是要證明誰的錯 而是 我們思想一下 對於子女將來 哪一件事最好呢 譬如 如果 推翻一件事 想起 他可能會認同些 當你的子女學到 踩下人 我就會高抬自己 有一天 他踩下的人 不是人家 是我們 那你會怎樣看呢 那又不同 即是 既然你學他踩下人 他就說 當父母都這麼軟弱的時候 我很容易踩下他 他一點反抗能力都沒有 那時候 你又會覺得怎樣呢 因為是 教導他忠厚 可能他說 忠厚 忠須黑食 但是 其實一個忠厚的人 就算在社會上也是 有些人做生意很誠實 那些人 認識他信任 會更加找他做生意 不是代表他虧錢的 不是忠厚就代表虧錢的 但忠厚不代表愚蠢 這件事我們要分辨 有些人就以為這樣 有些人真是忠厚 人家說 借貸貸 借信他 結果甚麼都不能還 這個不是忠厚 這個是愚蠢 即是他不知道人性 我們知道人性 我們知道不可以這樣信任 就算你普通銀行借錢 你也要有抵押 你要我借那麼多錢的時候 弄那些貨給你 你又完全沒有抵押的時候 他要衡量 這個人是不是可信 這個是智慧 我都在這裏講講分錢輔導 其實這裏資料沒有的 分錢輔導基本上 其實都是 首先幫助他們兩個對對方的看法 對婚姻的看法 婚言輔導可以是集體的 然後有時有些 有些準備結婚的人 他們都有些問題的時候 就要個別 其實最好先要拍拖輔導 即早期就不要 下個月結婚 牧師麻煩你輔導我 那你已經好像沒得回頭 而是一開始拍拖 就尋求神的心意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如果不是神的心意 根本結婚都會有很多問題 就算是神的心意 不代表結婚沒有問題 就算是神的心意 都一定是兩個人 懂得相處 能夠談到各樣的事情 首先是相愛 最重要是相愛 又懂得溝通 又懂得相處 處理問題 這幾樣東西 我再說一次 有相愛的心 其實基本上 應該是跟神的關係好 看重神 相信神是一切恩典的來源 然後對對方有愛心 珍惜的心 然後懂得溝通 懂得相處 懂得處理問題 這五方面 這樣就幫到他們 他們的婚姻成功的機會是比較高一點的 首先就是 所以婚姻輔導也跟他們輔導他們的信仰 你跟神的關係如何 有時他們 根本就是很… 覺得神對他們不公平 都有很多交代感 覺得神不是那麼好的 覺得神是很遙遠的 覺得親近神是沒有什麼用的 讀聖經看祈禱是浪費時間的 沒有什麼作用的 當他有這些觀念的時候 他的生命是一定會有困難的 所以我們… 兩夫妻 如果有一方或兩方都是對神無心 他遲早結婚之後 他們跟神關係會疏遠 或者甚至離開教會 所以我們第一就是幫他跟神的關係 看到神 而我覺得幫人跟神的關係 第一就是幫他看到神的尾線 神是全能 做一切都是祂的 所以一切機會都從祂來 一切資源都從祂來 祂都是慈愛的 祂很愛我們 很關心我們 你由萬物 你看到神的慈愛 看到神做的動物都懂得愛子女 還有神給食物都是充滿神的供應 令到我們吃的人是健康的 這就是看到神的愛 神是這麼好的 這麼有能力的 所以我們聽神的話 親近神一定是最好的 聖經有這麼多應許 也有這麼多基督 那些圖會親近神 就是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你想不想這樣呢 這個亦都幫他們祈禱 可以經歷神的平安、興省 當他們建立跟神的關係 所以有小朋友 都是時時為祈禱 和按手祈禱 讓他們經歷聖靈 經歷聖靈的平安、興省、舒服 讓他們看得到神是可經歷的 他們就會喜歡親近神 和有信心親近神 那時候建立他和神的關係 亦都問他 你和神親近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得到幫助呢? 他有 那就是說 神正在幫助你 我們就記住這些 以後就可以建立 和神更好的關係 另外就是他處理生命 都很重要 即是他自己搞得不自己 有些人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很情緒化 我自己真的覺得 他不適合結婚住 起碼他要處理好 不是要變成完美的人 但他每天都在那裡 哇 一批東西 這樣 因為又不開心 他只是想找拍拖 就會 即是有個人 令到他舒服 甚至有些這樣的 他跟對方說 你不跟我結婚 我就死給你看了 這些人是絕對不可以結婚的 他遲早第二天 他又死給你看了 他真的兩個都一起死 是很淒涼的 一個情緒化的人 因為他看不到神的幫助 和他經常注目在困難 亦都很注目在自己 我有一個圖 我在最近講一篇 講到聖靈的果子 結滿聖靈的果子 是有一個圖 表達神和罪人 神是一個圈 有四個箭咀向外 這個不是我作的 是有一個 以前我參加一個課程 他就用這個圖代表神 就是什麼意思呢 神經常都是愛人的 向外的 他經常都是關心周圍的人 然後另一個圖 就有一個圓圈 四個箭咀向內的 這個就是罪 就是什麼都是我的 我要滿足我 你要做我要做的事 有很多人 因為從小到長大 都是爸爸媽媽要給我要的事 朋友要給我做的事 給我要的事 他們不給我我就不開心了 於是就整天看 誰對我不好 誰對我不好 那我就很不開心了 其實同樣有些同學 有人對他不好 但是他去關心一些人 他跟一些人做好朋友 那些人跟我不好 就不好 但我有些朋友 我不用太理會他 就算世上的人 也有些是健康 有些沒有那麼健康 但是基督徒學到 我直接是祝福 什麼人我都祝福 就算他對我不好的人 我都祝福 那 即是說一個人 如果他學不到處理情緒 學不到跟別人的相處 我都發覺這件事都幾普遍的 不懂得跟別人相處 不懂得跟別人溝通 不懂得跟別人表達愛、關心 所以他上班的時候是沒有什麼朋友的 跟那些人又沒有什麼商量 沒有什麼商量 那些人就 人們就 避免他 即是孤立他 孤立他 一有出錯 那些人就 說他 結束他 於是很容易被人解僱 有些人的生命都是這樣的 他不懂得跟別人溝通、跟別人相處 不懂得跟別人說鼓勵的話 當有需要的時候 不懂得表達自己想要的東西 怎樣溝通處理 所以當結婚一拍拖的時候 就有很多問題 因為他根本不懂得說 我想你陪我 他只是在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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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就不是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後來就罵了 那就變成了一個關係 很多問題 也有些很沒有安全感 他很想捉住對方 結果很快跟對方有性關係 他就以為這樣捉住對方 但他不知道一件事 對方可以很厭煩 有性關係 不代表他會捉住對方 他可以很厭煩 覺得你很... 用一個字 很賤 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於是 有什麼事 有另一個女生 那個人很爽 你經常都這麼煩 那就不要了 所以這個本人的健康 心理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 大家相處了 有很多人相處是怎樣 我喜歡他 因為他英俊 我喜歡他 因為他厲害 我喜歡他 因為他有錢 因為他有才能 他懂得說話 這些全部是他 很多人 只注目在他的 這個是有問題的 他喜歡拍拖 他喜歡跟他拍拖 因為他很好 他完全沒有表達到 我很想對他好 但有很多人 就算結婚也是 結婚之下 或者結婚之前 也是 很少表達 即是跟一些人 平輩 他走過幾個朋友 聊 我認識一個女生 很漂亮 她又很容易親近 有很多這件事 全都可以說別人 完全不會有思想 我看到他這麼好 我真的想保持跟他的關係非常好 沒有人敢說話 我想大家都沒有見過一個人 就說 我認識一個人這麼好 我真的要保持跟他的關係 對他善待他 讓我們將來的婚姻很美滿 很少人敢想 因為基本上 人都是想自己 所以在婚姻輔導 婚前輔導 都是幫他知道 當你結婚的時候 不要有一個 王子公主的心態 雖然我這次說的 沒有在這個範圍裡 因為我覺得 範圍的那些 你們自己看得明白 現在我說的 沒有說到 我覺得會對大家有幫助 很多人有王子公主的心態 你看他的童話故事 王子和公主在一起 從此他們以後都很開心 但這件事不是真實 王子和公主在一起的時候 公主就會說 王子 你這些東西這麼亂 你睡覺之前又不洗澡 你這麼多東西 這些是童話故事 完全不會說的 我問你 我問你說話 你又不說話 你又沒有回答我 是完全沒有說話 王子打贏了一條龍 就娶到公主 很喜歡公主 公主是甚麼 很漂亮 就沒有想到 公主很漂亮 都可以很長氣 他未結婚的時候 沒有那麼長氣 結婚之後會比較長氣 因為他要求多了 他就會比較長氣 即是說 有一個對方好的心 而又講到男女的分別 大家能怎樣回應對方 通常男性是覺得女方很煩 我剛剛講的輔導的夫妻也是 她都覺得很煩 很辛苦 是很難接受的 在男性來說很難接受 為甚麼女性要這麼多聊天 不用整天聊 總之大家一起住 大家相安無事便可以 這是男性的觀念 大家開心玩一下便可以 大家開心心便可以 發覺女性別人對她不好 又很煩 有甚麼事又很煩 就算不煩 她有很多話說 我今天很開心 做到甚麼 我買到甚麼 很好 我朋友很好 那個男的 是沒有甚麼興趣她的事 譬如 其實夫婦也是 兩夫婦 我太太她上班的事 和我無關 但是我會聽她 我主要是對她的支持 接納 主要是 讓她知道我關心她的事 不是我對於那些事 有根本性的關心 那些事情 當然我都希望她的學校好 但是在我來說 這些是很遙遠的 但是我因為對她好 所以我就會聽她說話 關心她每天的感覺 但是很多人是沒有這種的 沒有這種的觀念 所以學這些的觀念 即是說 聆聽對方 關心對方 知道對方想有感性的溝通 回應她的情緒 這些是溝通的方面 即是明白男女的分別和溝通 然後很多方面都要處理 即是怎樣學習 學習處理甚麼呢 in-laws的關係 對於雙方的父母的相處 雙方的父母有甚麼特色 很多父母是很有特色的 甚麼特色呢 是對於子女要求很高 嚴格 或者覺得她的事情適合 或者很沒有安全感 或者很有控制性 是每一個人的父母都不同 而且她的健康情況也是一個考慮 也是一個實際的情況 當結婚之後 就算她現在健康 她將來也不健康 你會不會有這個責任感 去照顧對方的家庭 亦都自己的家庭 有時有這樣的傾向 我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女性對於自己父母的關心 是多很多的 男性對於父母的關心 是少很多的 是沒有那麼細心 是沒有那麼關心到那些事情 但女性是會關心多些的 有她傾向結婚之後 就會關心了女方的父母 男方的父母 就是敷衍一下 這也是一個有時可能發生的事 這也是大家的溝通 對於雙方父母的看法 對於金錢 和神的關係 教養子女 價值觀 人生的目的 這些全部都是可以溝通的範圍 讓他們能夠 兩個一起相處的時候 能夠在事上不成爭執 亦都學習處理爭執和意見不同 即是讓他們知道 兩個人的意見不同不重要 不同的時候 可以大家去談 或者相處方式不同不重要的 大家找了一個方法 而怎樣的方法 這個語言方面很重要的溝通 就是 恩典的說話 和 柔和說律法的說話 這個上一次考試 有些人拿不到我的意思 恩典的說話 就是我愛你 我關心你 我看重你 我想幫你 這些是恩典的說話 律法的說話就是說到 關於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而柔和 不是代表 一定是陰聲細氣的意思 而是說話沒有帶有攻擊性 即是沒有說到 你又不做什麼 你又不做什麼 這個就是不柔和 就算很細聲都是 都是不柔和 柔和的意思 就是說 說的時候 對方不覺得你侵犯他 不覺得他攻擊 而是只是說 我想提出這件事 大家可以討論 可以大家討論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 就是 有些什麼要做的時候 不是代表我說 你不要做 而是我們一起商討一下怎樣做 所以 就 在那個 未結婚之前 看到雙方的相處 一方面是尋求神的心意 和其他人的意見 都是重要的 和他們相處這幾方面 三方面尋求神的心意 一個就是 重慎你的感動 到底他們是否適合 他們自己會有感覺 不過很多時候 人們就會遮掩 遮蓋這些感覺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遮蓋呢 因為很多人就覺得 我都拍拖這麼久了 哎呀 算了 結婚了 但他沒有想到你拍拖很久 就算你拍拖五年 但你可以以後有五十年 五年和五十年是很相 很不同的 那五年 覺得有問題 五十年更加難忍的 那這個一定是 一定是找到方法相處 其實人人都一定有 不同的地方 沒有一對夫婦 是完全 什麼都順利的 一定是大家聊天 大家能夠彼此相愛 令到對方覺得悲哀 然後能夠 即是能夠大家 一起 而開心的 能夠也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在婚姻的目的 成為雙方的支持 一方面有不開心 可以跟另一方說 一起得到支持 一起去尋求神 一起去達到一些目標 一起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譬如丈夫有這個心 想做一些事情 太太都能夠認同 所以大家的夢想 都會跟對方說的 譬如說 尤其有些有心事奉的 找配偶真的要很小心 他又很有心事奉 他見到另一方 都很喜歡回教會 覺得到時候就行了 是不可以這樣 一定要看看對方 是不是真的 有這個心能夠支持 因為 其實 我想說 很多夫婦一起事奉 是很困難的 為什麼困難呢 因為 另一方 是會有很多事情 看不順眼 是容易的 他看不順眼 他怎樣處理 他會說出來 因為他的心 會積存 不開心 於是大家都 不覺得舒服 到底會怎樣 這是很重要的 一定有意見不同 也一定在事奉 有時做得不夠好 不夠好的時候 對方會說出來 大家去商量 因為 會用一些 有時他不知道 其實這個 所以言語很重要 他可能會說 你這樣怎樣幫到人 這句話就很嚴重 但有些人說 這句話不是很重要 他真的幫不了 那就告訴他 你怎樣幫到人 但這句話 令到他覺得很傷害 而是可以想 第一 就是欣賞他 有正面的心 譬如有一個人 他真的想幫人 不過他經常都幫不了 另一方也鼓勵他 你真的有心幫人 你想做得好 你對於自己 侍奉你有什麼看法 可能他自己都會說 我覺得很難幫到人 另一方便可以說 我們可不可以想 什麼方法 可以更有效幫人 用一個 對事不對人的方法 不是針對他 而是我們大家討論一下 怎樣幫到人的方法 更有效 於是他聽到 就不覺得我們針對他 而是我們一起面對這個問題 這樣兩個人便成為支持 我曾經說過 以前有一個牧師 我去到教會 侍奉了三個月 他跟我說 二牧師 你想做主任牧師 我不想 他說 我每次說完 我太太一定批評我 令到我很辛苦 每次都是 他很不想 但是 因為我在教會的呼召 並不是這個 當時來說 呼召是學生的工作 如果我做唐主任 就有很多其他事務 我就注目在學生工作上 我就沒有接受他這個邀請 但是聽得出他是辛苦的 我也見過其他 所以大家兩夫婦 首先關係好 太太一定要覺得 丈夫是愛她 才會跟她合作 丈夫都不關心她的事 她怎麼會關心 丈夫的侍奉 對她來說 她的侍奉是遙遠一點的 但當她真的愛丈夫 她覺得丈夫愛她 她就會看重她的事 以及看重她的侍奉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我們之前有提到 男性要敏感女性的感覺 女性也要感受男性的感覺 因為男性 某程度一樣有她脆弱的地方 為什麼呢 當她的工作或侍奉不成功 她都很脆弱 即覺得自己很不成功 很失敗 沒有什麼價值 那女性 千萬不要說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那天死了 但是 跟她說 我都知道你很盡力 你侍奉很盡力 我看到你怎樣幫助別人 不過那些人的反應 真的不是那麼好 我知道令到你不開心 是關心她的感覺 就不要說 你幫這個 她又不喜歡 你幫那個又不喜歡 她同樣說了一樣的話 你幫她 她又不理你 這個又幫她 又沒有反應 你這樣說的時候 是同樣的說話 但她覺得 即是說 我個個都幫不了 而即是說 我知道有時候 那些人都令你很傷心 那麼我們想一下 怎樣可以面對這件事 而我們討論那些時候 就不是討論那些人的衰 而是說 討論怎樣她可以得力 怎樣可以更有效去幫助 那麼兩夫婦一起 就是非常好的 但是很多夫婦 是很難一起侍奉 因為為什麼呢 男和女總是不一樣 男的看重事情 女的看重關係 覺得男的都沒有看重人的關係 沒有留意那些人的感覺 她說了一說話 她表達出不開心 你一樣照做 沒有去理她的感覺 那麼就會覺得丈夫很詳細 就會不認同她的侍奉 那時候大家就 即是一日加一點 一日加一點 慢慢慢慢就 對於她的侍奉 就沒有興趣了 所以有些 有些牧師夫婦 真的有這件事 大家去不同教會 平靜一點 冷靜一點 如果不是每次聚會完了 回家都可以吵架 或者不開心 是真的有這樣的事情 有些人 她說眼淵了 我不想看到 這個就是 真實我見過的情況 那麼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能夠兩夫婦都欣賞 就是一定是大家都欣賞 只是希望她對你很欣賞你的事奉 根本不會發生 一定我們都關心她的事 才會發生的 所以 我們婚姻輔導的時候 婚前輔導 如果有一方有心事奉 或者兩方都有心事奉 一定要在這個合作上 大家談 和嘗試去做一下 不只是談 真的嘗試做一下 那時候行不行 能否合作 一定有不同意見 那麼不同意見的時候 有沒有一方覺得 好像被威脅呢 不同意見 很多時候人就覺得 你和我不同意見 你就走開了 有些人事奉都是這樣的 那些教友和我不同意見 你不要和我合作了 其實我們有時人不同意見 亦都代表意見廣闊 我們可以有同一個目標 但可能看法不同 我們有時都會取捨 譬如說 有些人這樣看 有些人這樣看 不過我們選擇今次跟著這個方向 有什麼原因 其他人如果能夠一起合作 我們看到有不同 但我知道你和我們現在主流的方向不同 不過我一樣尊重你 我一樣欣賞你 珍惜你 那麼這個教會便合一了 沒有一個教會 是每個人一樣思想模式 每個人都肯有不同 我們能夠接受人的不同 那兩夫婦肯有肯有不同 所以一定是需要 大家都能夠接受 大家不同 可以談談它 都不覺得是一件大事 那麼 那個婚姻的 即是一起侍奉的關係更加好 OK 有沒有人 關於這個婚前輔導的看法的問題 我也想說說 很重要的是尋找神的心意 即是說 有些人真的很不合 的時候 我們 但有時 一方是不肯聽的 即有時 有時兩方都不肯聽 我都試過有些我看到 我真的覺得不適合結婚 他們當時不想聽 男的就覺得 其實他的答案 當時我又不像現在 有這麼多的經驗 男的也說 男的當然喜歡女的 他的原因就是想和他結婚 而女的那個 我們知道他有很多性格的問題 很強勢的 結婚很多年之後 他們結果都是分居 就是 就是 是很 很 就是我覺得 在當時來講 其實我都跟他們說 我鼓勵你再想清楚些 不要這麼快去結婚 但是女的那個 就很想快些結婚 就是她很緊張快些結婚 男的那個就覺得結婚也沒有什麼問題 雖然她知道女的性格上有些問題 但是她覺得不重要 這個都是很多人想的 結婚就會好些 這個是很錯誤的 所以我們在輔導的時候 不是冒犯他們 而是想他們用多些時間去考慮 如果真的在這些情況很困難 輔導員最好能夠 自己和自己的配偶都能夠同心 在這些事實上 有些情況需要 可能兩個一起輔導他 可能他會聽些 就是兩個都說 我們看到這些原因 你們覺得有沒有方法處理到呢 讓他們去知道 不是我一個人的看法 是兩個人的看法 都是有些困難的 OK 大家有沒有問題 關於婚前輔導 最重要就是尋找神的心意 然後他們是否愛神 相處上 她的情緒本身情緒 由相處上 和很多她面對的事情 如何處理 有困難是否能夠解決 和大家溝通而沒有傷害性 還有沒有什麼想問 我想問一下離婚之後再婚 請問一下離婚前輔導 聖經說的是犯奸淫 如果不是因為淫亂的緣故 事實上就算淫亂的緣故 因為耶穌有說的 她說如果是娶了妻之後 就休妻 然後另娶就是犯奸淫 也有說到 丈夫休妻之後 妻子就是淫婦 跟這個女人結婚的 又是犯奸淫 所以說 不是因為淫亂的緣故 而分開就是犯奸淫 而同一個犯奸淫 而分開的人結婚也是犯奸淫 這是按照聖經的方式 我想說另一件事 就是以一個牧羊的角度 牧羊的角度 和這個聖經的原則 最好就是能夠完全協同一路線 不過我想說 事實上有些人是 我們需要考慮他們的情況 我說的原因是這樣的 當然我們希望所有人 真的離婚就不要再結婚了 如果不是因為淫亂的緣故 但實際上有很多人 不是因為淫亂的緣故而離婚之後 他獨處 他可以產生更大的問題 即是他可能 又經常都心思思想想女人 經常都搜尋 經常都看色情 他的問題更大 其實我想說 結婚不是解決 看色情網的問題的方法 因為有些人 結婚都一樣照看的 一樣是上癮的 是另一件事 因為為什麼呢 看色情網是 不需要和那個人相處的 你看的影片是不需要和他相處的 但是和太太要相處的 太太也很多時候會有不同的意見 所以相處上 性關係上是會有 不太如意的地方 但是他看這些網 他不會抵抗他 但這個意思就是 有些很多人 他離婚之後 如果他沒有結婚 他會產生更大的問題 但如果他隨意結婚 又會產生更大的問題 所以有很多牧師 我現在講的是 很多牧師的看法 認為 如果他真心悔改 而下一個婚姻又輔導得好 讓他能夠面對 那麼他結婚是一個 Lesser Evil Lesser Evil 一個比較小的罪惡 他不結婚 但罪惡可能更大 所以 他既然是做錯了 以前做錯了 他現在肯悔改 就容許他再結婚 但是 就經過很多輔導 不過也有很多 他就不問牧師 他就 在這個教會 離婚 他離開了 走去結婚 又走去第二個教會 也有些人 也都是 很難處理的 總之我來講 我一定跟他談 通透了解他的情況 我真的看到他 他是真心悔改 他真心想去 建立婚姻 也明白的時候 我會覺得這件事 對他好一點 不是最好 是好一點 那就求主 赦免他以往所犯的罪 然後給他一個新的開始 就是這樣的心態 是一個牧養的心態 但是這個不是最好的 而事實上 可以說 人人都有不好的地方 有誰沒有犯過心中的奸淫 每個人都有的 在這個世界上 有多少人 一直都是一個 在男女關係上 完全是清潔的 事實上是很少很少的 或者甚至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求主赦免他 又給他新的機會 耶穌說的犯奸淫 並不是代表 以後你都沒有辦法 耶穌可以說出這是罪 但他並沒有否定 永遠都不再結婚是最好的 當然最好是這樣的 我知道 譬如有些中派就是這樣的 凡是牧師不可以和一個離婚的人結婚 如果是這樣的 就不能做牧師的 但也知道有些中派 也有頗多人是離婚結婚的 即是離婚之後結婚 他們覺得有處理過 那些牧師都可以再次侍奉 我知道有中派是這樣 這就是以一個 好像調教他們的狀況 而做的做法 並不是最理想的 最理想的 他真的不結婚 不過我又覺得很多人 都不能夠做到 單身而有 聖結的生活 有很多人來說是比較困難 要問一下 譬如現在離婚其實有很多 被虐待 真是未離婚 被虐待又要離婚 譬如有不同的情況 如果離婚之後 那個真是不可以再嫁娶 譬如他離婚原來又還回 可能被丈夫虐待 如果他純粹是因為犯姦淫離開 被虐待 被虐待 有幾種情況我會認同人離婚 一個情況就是犯姦淫 不過我也會這樣說 如果另一方想建立關係 都可以嘗試 不過看看 那一方犯姦淫是否真的想悔改 另外兩種情況就是 嚴重的虐待 以及賭錢是嚴重的 因為實際上 沒有辦法同一個人 經常都賭錢 經常都拿起家裡的錢去 或經常都打人 但是言語的粗暴 有些人這樣就當不當呢 如果言語粗暴 人人都有 很多人都有 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最好就是輔導去解決 但是有些人真的發神經 那些很嚴重的 我未試過處理那些情況 但是如果有些人打人 那些我就會覺得是可以的 還有這個賭錢 嚴重賭錢 耶穌說的話就是 優妻那個就是淫婦 然後取了這個淫婦 這個淫婦也是犯奸淫 所以耶穌又說到 是不可以的 按照一個完美的律法 但是我剛才所說就是 因為人可能會進入更大的問題 所以有個Lesser Evil 就可能他們結婚可能會好些 但是也有很多人 他又沒有輔導好 接著結婚之後 又很快又再離婚 真的重複幾次都有的 那些因為他根本沒有人幫他 我問他 臨前他講的是 其中他講的是 奸人他不能夠承受神的國 那如果這些離婚的人 他根據聖經的話 那其實他是 就是如果是 殺了奸人的這些人 那他如果再去 有一段新的分開事 那如果對他 就是根據這個經文的話 會不會影響到他們的永生 好的 這些經文的意思 是使得人 不要因為這個罪而悔改 因為裡面 譬如說到疾道、紛爭、擾亂 很多這些都是 在教會裡面有發生的事 那是不是這些人 全部不去到天堂 是說這些人 在罪中而不悔改 就去不到天堂 所以一個人再婚的時候 他是需要悔改我以前做錯 我現在求神 給我新的機會 我去結婚的意思 他不是說他做錯 不過求神去赦免 給他新的機會 讓他能夠忠心於現在的婚姻 是 剛才說 假如是一對夫婦 其中一個是信主 另一個是未信主 而未信主 如果他想離開的話 這種情況 離開之後 剩下信主的他 可否再有一段新的婚姻呢 應該是 他的意思是 他可以離開 但按照聖經 他就不再結婚 不過 他不信的要離開 就讓他離開 但是這個 留下的應該是不結婚的 不過正如我剛才說 如果他真的 他自己也很難處理到 的時候 我們考慮幫助他 如何進入下一個婚姻 這個考慮 但是我也會跟那些人說 你不要經常想結婚 有些人 他就 沒有了配偶 就一天在想結婚 一天到處去看 其實在這個社會上找人 根本是很無望的 在這個社會上希望 有些基督徒是真的 走去 找 也有些去找到一些 所謂基督徒 是非常冷淡的基督徒 他就說是基督徒 我們結婚 是完全沒有去分辨 這個人的生命的 我們都知道有些基督徒 他簡直就是找一些非基督徒 我自己就跟他說 我真的不可以的 你一定是有問題 很容易會離婚 因為對方根本沒有心愛你 你遷就不到他 他就會不喜歡你 他就會走 他在非基督徒 他隨時有婚外情 他不覺得是甚麼事 如果你不知道 他就覺得沒有問題 所以也是一個危險的 所以我就會告訴他 不要急著去結婚 而是深信在神裡面 神可以讓你平安喜樂 不是一定要結婚才快樂 我也鼓勵那些人 他都很想結婚 我也是鼓勵他 你最好是不要結婚 不過有些人 他真的很強硬要結婚 我就會輔導他 到底你不適合結婚 還有對方是否適合你 我會這樣去輔導 OK 有沒有問題 在這裏跟著的內容 我們沒有時間講 其中有講到一些 就是有婚外情 怎樣處理 那些都是一些 比較棘手的地方 就是當人有婚外情的時候 到底他會不會真心悔改 因為婚外情有不同的 有些是因為跟太太關係不好 跟配偶關係不好 得不到滿足 而有另一個人得到滿足 有時有些是因為跟對方生了兒子 所以又好像很棘手 其實有很多問題 都是因為他們不懂得珍惜本來的婚姻 亦都不知道怎樣建立 於是當他見到另一個異性的時候 他就覺得這個相處得好 所以就一起 也有時人夾人緣 有些人夾得好些 也有時對方很需要配偶 所以是不是不夠好都好 那些都有很多情況 我們要了解他 他是不是珍惜他本來的婚姻 能夠回頭 我當然一定是想他們回頭 但當他已經跟對方生了兒子 兩邊都生了兒子 就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 兩邊都生了兒子 怎樣做法呢 他只能夠跟一邊分開 都是一個困難的事情 這都是人與人之間 會產生一些不好的問題 是 我想問一下 現在一般的教會 都是女多男少 但是呢 很多教會的姊妹 都是在識分年齡 但是都未曾有一個對象 我覺得教會應該如何處理 牧者如何處理 還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有很多網上的 叫做基督徒的婚姻介紹 教會應該怎樣看這些呢 這個女性的情況 真的很可惜 因為男性信主的比例是非常低 所以基督徒的姐妹 她真的難找到對象 這真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我覺得 牧師可以做 教會可以做 是幫助女性更加能夠從神得力 有平安喜樂 還有她們的幫助她 侍奉能夠有滿足感 能夠在她們沒有結婚的狀況 依然享受生命 我也覺得有時 有些姐妹 她們想有伴侶 正常的伴侶 但是又找不到對象的時候 我覺得有時 有些人覺得 不是同性戀 只是一起居住有個朋友 我都覺得是一種方法 因為有時 她家人不可以一起住 但是她一世幾十年 一個人住在家裡 真的很辛苦 我覺得 不是同性戀關係 而是 大家一起伴侶 是一個好的可能性 但是千萬不要變成一種依賴性 依賴性 就會說 你昨天去哪裡 為何你昨天不陪過 那就開始有感情 人當然是相處有感情 但是它變成依賴性的感情 就會產生同性戀 而我想說 現在即使香港 也有很多同性戀的行為 也有很多 有些基督徒都說 她的女兒 我聽到多些說 女兒有同性戀的行為 男性有的可能 家人都沒有跟我說 就是因為 我聽過有些人說 玩其中 我這個可能沒有關係 那些叫做角色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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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戀的傾向 也都是很難出的 又是一種很棘手的問題 OK 那就是說 講到這個 我覺得盡量幫助那些姐妹 能夠有滿足 能夠 能夠他們平安喜樂 也都有一些好的 同伴的關係 亦都可以鼓勵她 如何帶領人信主 例如有些男性對她有興趣 就不要她跟進 她帶回來教會 如果真的有些男性對她有興趣 帶回教會 帶到她信耶穌 亦都可以神在這個方法 為她預備一個配偶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網上那個 網上 網上 是 那些我覺得很危險 第一 又不認識她 有些人說基督徒 他只是想認識一些基督徒的儀性 因為基督徒的儀性 比較乖 所以正經一點 所以這些我覺得是不可信的 有沒有機會 有些真是好基督徒 可能有的 不過 我自己也這樣想的 真是好基督徒 會不會在那裡找呢 我覺得寧願在一些 不同的社會的活動 有些相處、認識 認識大家比在網上認識更好 但也有時候 在教會認識更好 或者在別的教會認識更好 都不一定代表可信 我們什麼時候都要知道 人的本性 都是有很多罪性 有時候 他看起來也挺好、挺乖 但他可能在男女上 不忠心 或者在男女相處也有問題 所以大家學到這個課程 你都盡量幫助你周圍的夫婦的關係 因為很多人是不懂得這些方法 他說話就很容易插對方 大家都很受傷害 OK 好 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們現在就休息 如果你想開始考試 你可以開始考試 祝福大家 多謝大家完成這個課程 好 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